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坛元帅太子爷的圣诞 屏东梅州太子宫二十号以半动力三轮车 载着开机太子爷跟镇殿太子爷以及济宫等九神尊前往台南静香 公主表示这是首次以三轮车的方式来行进 起因是几个月前向神明请示 结果获得了允杯 这回太子爷不踩烽火轮改搭三轮车 也让人看了觉得稀奇又有趣 进香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浩大 宫庙人员骑着三轮车 直见后头载着神尊太子爷前来业主进香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坛元帅太子爷的圣诞 屏东梅州太子宫一行三十人 二十号也从屏东出发 并以半动力三轮车载着开机太子爷跟镇殿太子爷 以及济宫等九神尊前往台南进香 其中镇殿太子爷由于高三尺六 宫庙方也费尽心思将神像固定 避免颠簸受损 而开机太子爷则乘坐第一辆三轮车率队带路 公主也表示这是首次以三轮车方式行进 起因是几个月前向神明请示业主进香 没想到竟获得允杯 于是宫庙方也赶紧安排两辆三轮车代步 尽管三轮车是半自动 但依旧让宫庙人员体力吃不消 有趣的是在新盈静香路上 明明路线简单 但太子爷似乎想四处兜风 不仅带着宫庙人员绕路 还一路迷了路 幸好最后人在原定时间抵达 而这回太子爷不踩风火轮 改搭三轮车 也让人看了西齐又有趣 借我黄菊来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